11月17日,正在福建武夷山举办的第14届海峡两岸茶叶博览会人气爆棚 811家厂长企业带来了众多优质茶叶及茶产业的周边产品吸引了众人的眼球 冲泡一杯好茶需要不少的工序 水温的控制,冲泡的时长,出汤的速度,乃至泡茶的器皿都颇有讲究 对于不少茶友来说是一门技术 然而,人工智能茶饮机的出现让泡茶变成了一件容易的事 在茶博会的现场,即将上市销售的茶魔方智能茶饮机吸引了不少官长民众前来体验 记者看到,将茶叶投入投茶口,根据不同的茶品和个人喜好 选择不同的水温、茶叶刻数以及浓淡程度 之后一个按键就能够自动出茶 冲泡完了之后还能自动清洗,自动收纳茶沙,着实方便快捷 此外,还可以通过连接手机APP,查看各种茶品的泡茶参数 实现多设备管理,操作便捷且人性化 用APP和小程序就可以对这台机器进行赋能 也就是说可以自定义的泡法,可以调整水温、茶水笔和浸泡时间 以及注水的方式,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独特的智能冲泡的算法 解决的就是说茶产业最后一米的瓶颈 也就是我们从茶园到茶杯,再到我们的口腔里面 让每一种茶都可以得到一种最合适的一个冲泡 在茶叶包装创意的涨区内,琳琳满目的茶叶包装盒包装袋让人眼花缭乱 这里也成为了茶播会上色彩最丰富的涨区之一 眼前,一款以铝合金为财的包装盒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不仅可以当茶盒,还能变成相框 展台负责人傅正芳告诉记者,正式看好了茶文化及茶周边市场 他将铝合金材质引入茶包装行业 赋予了茶盒轻便时尚可定制的特质 基本上涵盖了在茶叶包装里面所有的一些应用 从颜色上面我们也有多汁多彩 现在也加入了铝合金跟皮革的一个搭配 让铝合金的这种轻奢感更加的浓厚 而且不至于让纯粹的铝合金太冰冷 它的市场定位也比较高,价格也比较高 所以现在是前期一个推广阶段 作为两岸合办的茶播会 台湾元素在茶播会上也是不可或缺 不少的台湾工艺美术大师纷纷携带自己的文创产品 茶壶、茶具亮相 来自台湾云林的工艺师徐明生 今年首次参加茶播会 此方他也带着自己制作的多件 手工艺、紫砂壶和紫砂工艺品前来仓长 徐明生告诉记者 他的作品的创作灵感 既有反映农耕文化生活的工艺品 也有展现两岸文化同源互融互通的创意作品 希望通过茶播会的平台 展现更多大陆与台湾的美物、美景 促进两岸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 我从事陶瓷40余年 两岸可以合作的相当多传统的 或者创新的 大家各有长短 互补有无 我觉得在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本届茶播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海峡两岸茶叶交流协会 台湾农会、台湾区制茶工业 同业工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相关活动将持续至11月18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